黑魔法师怀特死后 纳森魏们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岛队 纳森王也回到了王宫 从他平静的表情可以看出 此次风波并未对他造成太大的影响 迷雾中的神术也依然出立在那里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至于怀特 应该是早已被吸收殆尽 成了神术的一步 与此同时王宫的某一处 石川信又再次找上了悟 然而还没等他开口 悟就先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告诉石川信 不要浪费无谓的口舌了 他是不会回去的 见悟态度如此坚决 石川信皱着眉头思索良久 然后他选择了妥协 丹西跪地行完礼后 便转身离开 不过在出门之前 他对悟说道 我不会离开这座岛的 哪怕是在贝西摩斯的船上 我也会等你到最后 悟听到此话后 却是觉得甚是可笑 所以只是冷哼了一声作为回忆 而此时另一边的王宫内 李慕玄与他的女儿找到了内僧王 可哪曾想李慕玄找到内僧王的目的 竟然是要求留在内僧王的身边 可还没等王说话 李慕玄身旁的李颤就先开口问道 你这个一向任意妄为的老头 说话从来都不出而反而 难道是发生了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吗 可李慕玄却并未对此做出解释 只是淡淡地看着内僧王 说了句闺女啊 咱们做个交易吧 至于这笔交易的具体内容还暂未可知 另一边的张楚兰却又再一次找上了大局 就在两人相谈正欢之时 面具男却突然跑了进来 他把得到的有关王宫出事的消息 汇报给了大局 大局闻言却是冷哼了一声 王宫也出事了吗 现在乐园那边也很热闹啊 萧恩与道调正在决斗呢 一旁的张楚兰闻言 好奇地问向大局 萧恩与道调 在你们这很有名吗 大局回道 是的 以萧恩为首的英雄和道调身边的恶棍团 他们已经是斗了十几年的老对手了 萧恩和英雄们大多是被西摩斯FP系列的产物 至于道调的来历就没人说得清了 只知道几年前 他带着他的恶棍团们来到了内僧岛 没过多久 就收拾了乐园的旧人 统治了乐园 张楚兰闻言惊讶地问道 这么厉害吗 那你知道他的能力吗 大局摸着下巴回道 我知道他的能力有很多 例如惊人的速度与力量 还有念动力什么的 但具体的根源就说不清楚 虽说他的确很厉害 但要说跟萧恩决斗就有点离谱 他和萧恩做了几十年的对手 靠的可不是力量 而是那些阴险的诡计啊 但听说这次的决斗 已经持续了十几个小时了 而且还是他一直占据着商风 听到这里 张楚兰说道 这样反正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 文言大局摁了一声回道 确实跟咱们没什么关系 那就告诉你 跟咱们有关系的吧 最新消息 你们离开的问题应该能解决 听到这个消息 顿时张楚兰来的精神 然后就听大局又接着说道 天亮的时候就能见分晓了 接着大局又指了指 身边的面具男说道 到时候如果属实的话 就让我旁边这小子给你们带路吧 他叫李光 能听懂你们的语言 这边大局刚做完安排 门外就有人喊他 说阿芳所送过来的一个人 指明要见你 想让你帮忙找一下 那几个外来的孩子 大局这时回头才发现 阿芳所送过来的 竟然是王的母亲李颤 见到李颤他连忙起身 喊了声夫人您怎么来了呀 李颤文言告诉大局 还不是因为我那个任性的父亲 他想拜托这些外来的孩子 顺带把我也一起带离这座道 对于大局来说 这件事他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 于是便给张楚兰一行 介绍起了李颤 得知李颤的身份后 张楚兰也很是惊讶 他怎么也没想到 眼前的女人竟是李慕玄的女儿 介绍完后 大局又对李颤说道 夫人真不敢相信了 你竟然会答应离开这 李颤叹了口气回道 没办法呀 我跟父亲做了笔交易 只有我离开内森道 他才会代替我为内森而战 如果我要是拒绝的话 他就会成为内森的敌人 他还说 如果我要是骗他让他知道的 他就会与内森势不两立 你知道我父亲的性格 他能做得出来这事 与弱小的我比起来 这些孩子马上就能离开这里 但凡早一天或者晚一天 我都只能对你说抱歉了 李颤听到大局的话后 冷哼了一声 表示出了他对父亲 强行要他离开这里的不满 这时张楚兰回头看向了巴伦 意思是想问他要不要一起离开 立马明白了张楚兰意思的巴伦 却只说了一句 祝你们一路顺风吧 话里的意思就是表示他不会离开 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 李光把张楚兰他们 领到了一处海滩 然后告诉他们 就是这里 情报没错的话 接你们的人会在这里出现 说吧 李光就向海滩跑去 查看其海面上的情况 好像生怕张楚兰他们 错过了接他们的船只 可是张楚兰他们 却并没有跟过去 而是慢慢地跟在了李光的身后 察觉到并没有跟上来的张楚兰几人 李光便问道 在你们这些外来人眼里 我们岛上的人是不是都是怪胎啊 张楚兰闻言笑地笑回道 我们并不会这么觉得 不过你这一直戴着个面具 多少是有那么一点奇怪 李光听到这话先是一愣 然后一边摘掉面具 一边给张楚兰解释 其实我也不喜欢成天 带着这么个东西 只是老师跟我说 我的能力进展太慢 戴着这个面具有助于我调整呼吸 当张楚兰见到摘下面具后的李光 怎么也没有想到 李光竟然是一个 跟他岁数差不多的 红铜歪嘴帅哥 于是他便问向李光 你从来都没去过外面吗 李光耸了耸肩回道 我就是在这座岛上出生的 是老师捡到的我 后来又嫌我麻烦就丢给了大局 大局那里有很多外面世界的记录 集市里的人大多都不喜欢外面 就像恶病他们 感觉他们好像觉得外面很麻烦的样子 说到恶病 许光突然转过头对陆玲珑说道 你知道吗 恶病跟你打了一架后就离开集市了 这一架他好像打得很开心啊 可陆玲珑却没有说话 毕竟已经变成了这副模样 回去之后能不能变回来还是两说呢 李光见陆玲珑不说话 便转移话题说道 我也要去外面的世界了呀 多少还是有一些紧张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海风太冷 还是因为对外面世界的恐惧 李光的身体甚至都有些发抖 还好没多久 一只船就出现在了海面上 李光兴奋地指着那只船 告诉张楚兰 就是他们 如果情报没错的话 这条船不是被吸摩撕的 而是你们的人 片刻后 大船上就放下了一艘快艇 等到快艇靠近了些 张楚兰就认出了快艇上的两个人 正是他的老熟人诸葛青 而另一个开快艇的 却是公司改编的 十二上根器之一的钟小龙 认出来人后 张楚兰就打起了招呼 你这是混得挺好的呀清哥 诸葛青文言则是歪嘴一笑 然后用略带嘲讽的语气说道